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胜芬 姜怡荣 四位知名的模特儿 但除了赏心愿目之外 还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要告诉你哦 不管你是男人或是女人 没看到是你没福气咯 康熙来一间 康熙来一间之外呢 还有来了一群 会使我们像哈比人 没有 我觉得自己好矮 我的妈 你有没有走过服装秀 我走过 服装秀还有金饰的秀走过 是跟model一起走还是你自己走 有跟model一起走 本来在后台然后穿上那个服装 照镜的时候觉得自己美呆了 就像model一样 可是等到一上了台 其他model往你身上聚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想回家 我自己好像连地面好像太近了 我以前也觉得好 就是人家找我走秀 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就答应了 然后等到现场就是等着上场前的时候 发现跟在我后面的全部都是巨人 所以我就觉得好嘟脸哦 就我还有脸走出来 走那个秀 没有你要想说他们是有巨人症 你这样太无后道了 我在想他们可能真的有他们的巨人国家的乐趣 跟他们自己交往的范围吧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不一样吧 整个人生的感觉 对啊 我想看电视的人可能跟我们这两个土包子一样会这样闪 我想要拿这本书呢 凯渥明《我美丽宣言》就是五个model 他们写了他们怎么样迈向model之路的 那大概有很多看电视的人觉得自己 如果当成明星也许可以当model 那希望这个书可以给你一些真实的建议 我们欢迎第一位林志玲 欢迎 你当model多久了 差不多四年半 四年半啊 所以第一次走秀是几岁的事 哇 这样一问就立刻问出年龄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讲十三岁这样 林晴拥有多伦多大学西洋美术史和经济学双学位 著名广告作品石头部 并荣获时尚杂志十大风云人物 可说是美与智慧的最佳代言 你几岁开始变得很高的 我参加国中的时候 你国中几公分 国中一六八 现在呢 小学期其实我很矮 但是国中的时候突然抽了十公分 到越晚长越长得高这样 哦 真的 你现在有178吗 现在175 175 哇哦 你 好犹豫 你错过了五年 长高的时间 我就是整个身体半个高停在小学 你大碰到高个女生 你会很觉得受威胁吗 其实以前会 可是我最近真的习惯了 因为我的姐妹套当中 两个就巨人症 一个无配词 一个三尾棋 身高都178 所以就已经久而久之会觉得就是已经习惯了 觉得自己好像跟他们差不多 那他跟你出门的时候 他们会把手环绕在你肩膀上吗 不会但是因为他们跟矮个交朋友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们会土背 对 因为他们会觉得非常对 对 他们就会故意这样子 然后老师现在范范驼背非常严重 真的哦 对哦 因为我以前天大学说我有一些老师是外国人 就真的好高好高 那我每次我每次去跟他们问问题 他们就大劈腿 跟我讲 就 就 就你当着后门 跳出来 所以他们还蛮体现 巨人还蛮体现 哈比人 所以你们巨人会不会想说不要跟哈比人交朋友 怎么会呢 会造成会驼背啊 然后会是比较麻烦什么的 不会不会 所以你的朋友当中很多哈比人吗 很多 很多 我不跟你讲哈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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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其实像我的同学啊 我们现在都还有联络的都很好 其实大家可能都 你朋友对哈比的是多高 最哈比啊 大概一五 一五吧 一五 蛮哈比的 跟范范驊一样 因为范范比有嘛 没有吃啊 第一集啊 把这些有漂亮的后面上 林智莹在最这边啊 他都没有穿耶 在左边的那一个 有啦 他们一定有穿啊 有啦 这是什么 只穿的小可爱吗 对 小可爱 就在头后面看不到 刚刚是林智莹 我们欢迎洪小蕾 主持人好 董小蕾好 那你当model多久了 十一年了 十一年啊 洪小蕾是上届中最佳模特儿 曝光率极高的她 作品如属家珍 相信大家对甜美又性感的她 都不获胜 有没有走秀走得好反过啊 不会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而且是从小就开始当model了 其实那是红小 从小吗 对啊 几岁 我十五岁就当model了 就那么高了吗 那时候一六八 然后那时候月还念书 所以只有拍平面的 然后十七岁才开始走秀 那敢问你现在几公分 一七六 一七六 其实那时候洪小蕾当model的时候 因为我们女生还看时尚杂志嘛 然后都会看到她 然后我们那一群姐妹都一直说洪小蕾那个很漂亮 然后都会说她笑起来很像张曼玉 真的吗 对 有人说过吗 没有 真的吗 然后那阵子 这蛮像的 对那阵子我在家照镜子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自己笑起来蛮像她 这段话结婚就是要带她进去吗 对 可是后来发现就清醒之后发现不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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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高 对 对 台湾的女生当model的标准身高就是一七五七六吗 不要看是平面还是广告还是走秀的model 走秀的需要比较高是吧 对 对 就是最好的一七二以上 不太尔介有可以像CD这样的身材生存的空间吗 有 其实我们公司很多想说平面啊 或是广告不能广告部门的model 不会亲了我之后然后叫我去走童装秀吧 对 少女秀 对像少女秀 少女秀也是可以的 对啊 像盛芬那种高个儿 穿起来裤子就会太短了 所以说你们俩还不是最高的 对 如果我去穿少女的衣服的话 是真的关系 所以 有些我不适合 所以你可能就要钻走欧美路线 对 王盛芬你多高 80 王盛芬身材高挑充满灵性的她 神熟的韵味充满着一份原始的野味 风格独具的个人特色让她工作也要给不断 成为国际级的知名模特儿 有一八零吗 有一 要不要比一下 真的吗 王盛芬到我们中间来一下 我先把公告给推掉 真的吗 我先把公告给推掉 真的吗 我这身上很好穿啊 到中间来 没关系 你不要拖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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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种感觉很奇怪 我觉得你比较奇怪 好可怕 而且我一定要抬头 不是我不能弯腰駝背 因为不好看 对 所以你不会因为跟我在一起 然后故意弯腰駝背 不会要更注意 像刚刚鞋就好很多 因为不行然后就会 对啊 我就 距离满 对 差不多 我就会那么累了 当高跟后会不会觉得很神气 神气 小时候不觉得 我进了模特儿的这圈 我就觉得蛮神气的 因为找到自己的自信 觉得自己美在哪里 就会很 很骄傲的展现给大家 不会会不会缩缩的 台湾一般女生买衣服的时候 会因为身高太高 而不好买吗 有 有些抢牌会 对 但是这几年好很多了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就很难买到长裙 那时候觉得穿长裙的女生很好看 可是我怎么买都是买到到 小腿肚那种阿嬷犬 我穿起来就很像阿嬷 因为任何长裙被你一穿 也就是七分裤 就对 就 那时候会有这个困难 身高一高的女生 会在学校被逼着要打篮球吗 会 我国中的时候就被抓去 要打校队 怎么办 我那时候 拒绝 可以吗 其实你不会打篮球吗 还是有参加比赛 但是我不是国手 我不是就是 不是校队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 打篮球会变得比较壮一点 因为那时候 国中正值发育时期 一变壮我就 我不想要变得太高 太高大 太高大 太壮 对 她的眼睛好厉害喔 什么 没有啊就是 放电啊 会吗 放电有跟她电动吗 我是觉得像杂志里走出来的人一样 对啊 好有趣喔 很多朋友 就是帮我化妆的朋友 或是那种头发 他们就觉得好傻 好奇怪喔 你看到你好像从电视里面走出来 是有一种 那种奇妙的感觉 不太大声我就觉得 你看了看完就会杀眼 对 就会突然回神 我好像是都是在杂志或电视上看到 你就在我眼前 对啊 现在的是帮后